在公元1644年,也就是崇祯17年,李自成率农民军攻破北京城。 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北面的眉山自已殉国,明朝灭亡。 若论明朝灭亡的原因,具体来说涉及了很多因素,说到主要原因其实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。 本期内容就说点不一样的,一个显为人知的,被人忽视的重要原因,这需要先围绕明清战争说起。 明清战争是16到17世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之一,对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局势有着深远的影响。 在这场战争中,明军的表现着实糟糕,面对后金八旗军,他们是屡战屡败。 为了击败满洲八旗军,明朝世人可谓想尽了办法。 不过因为明军的腐败以及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,仍旧一败再败。 于是,部分官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,把希望寄托于西洋人身上。 徐光启,明朝官员,官拜文渊阁大学士,内阁赐府。 此人不仅精通孔孟之道,同时还热心于西学,他甚至为此加入了天主教。 出于对西洋的好感以及了解,徐光启突发奇想,咱们为何不能招募西洋雇佣兵为咱们作战。 于是,在公元1621年,也就是天启元年,徐光启向天启皇帝朱游孝上奏, 西洋大冲可以制奴,起招香山奥仪,以自战首。 当时,澳门已然被葡萄牙人占据。 徐光启希望就近招募葡萄牙人,用西洋火炮为明朝作战。 当年的5月,由独命俄率领蒲国冲施,共计24人,同时带着26门红衣火炮进京,传习炼药和装放之法。 然而,明朝保守派人士不信任西洋人,竟以水土不服为理由,将他们全部遣返。 葡萄牙教习虽然走了,但是他们的火炮和训练出的炮手却在宁远之战中大发神威,让号称不败的八旗军吃了大亏。 有了这样的战绩,徐光启自然有底气继续向皇帝上奏,要求继续引进西洋火炮以及葡萄牙教习。 到了天启七年,天启皇帝向澳门的葡萄牙人下达了一份诏书。 元件已经不存,而蒲文转一稿所列如下,因澳门是大皇帝的领地,故在此情急之下应该效力,以谢皇恩。 对于皇帝诏命,澳门的葡萄牙人很识相地选择了顺从。 在崇祯二年的二月,共计三十二个葡萄牙冲尸在公沙德西劳的带领下,携带多门枪炮,前往北京。 就在那年,皇太极从张家口杀入华北,兵临北京城下,造成了极大的破坏。 皇太极回国后,还派重兵把守临近北京的尊华,鸾州等四成,准备来年再攻京城。 然而当葡萄牙冲尸到达北京后,局势改变了。 这三十二个葡萄牙冲尸跟随明军攻打四成,在凌厉的西洋大炮面前,满洲八旗溃步成军,四成相继丢失。 俗话常常调侃,外来的和尚会念经。 这次,外来的洋和尚真的会念经,通过显著的战绩充分证明了自己的无比价值。 战斗胜利后,葡萄牙人得到了崇祯的亲自嘉奖。 他们被安置于几个大宅子中,王公与贵族旅来拜访,皇帝一遣人慰问。 徐光启见洋人雇佣军大发神威,于是他立即建议皇帝应用西方武器和制度来武装军队,组建十五支精锐火器营,并由葡萄牙人辅导指挥。 只要军队练成,满洲人根本不足为虑。 在得到皇帝首肯后,徐光启让门生孙元化带着葡萄牙炮手训练士兵,并防守于登来地区,与后金控制的辽东隔海相望。 其后,孙元化带领着葡萄牙人在东江皮岛,与后金展开了作战。 孙元化带来的葡萄牙人果然都是亡命之徒,在战斗中他们身先士卒,竟大败满洲兵。 明朝官员张涛秉称,宫沙等普及冲施曾于6月17日驾船在朝鲜的宣川一带,也就是近鸭鹿江口,以西洋炮对抗后金的部队。 共计使用神器十九次,约打死贼军六七百人。 可以想象,若孙元化真将这支火器部队炼成,无论是满洲的皇太极,又或是刘贼李自成和张献忠,战胜他们都不在话下。 然而可惜的是,在公元1632年,孙元化的部将孔友德等人突然率领军队华变,史称无桥兵变。 在这场兵变中,公沙等十二名葡萄牙炮手皆被叛军杀害,另外十五人皆身负重伤。 而这批冲施队伍自澳门出发之日算起,共计在华三年又三月时间有余。 在此期间,他们入桌宝桌,京城掩炮练兵,投入东江战事,可谓尽职尽责。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身为明军的孔友德等人却叛变,将这些训练过自己,忠心于大明的洋人尽数杀害。 为了躲避朝廷的镇压,孔友德等人乘坐百鱼搜船,带着十万响银和数千士兵,以及三百门先进火炮投靠了皇太极,堂而皇之地做了汉奸。 就这样,徐光其苦心经营地以西洋大炮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受到重创,而其成果反让后金获得。 其后,孔友德的火器部队成为后金军的攻坚利器,而后金的火器实力也就此超越了明朝。 然而,徐光其并不甘心失败,他在孔友德等人发动了无桥兵变的当年,说服了崇祯皇帝,准备在澳门招募二百名葡萄牙雇佣军,直接与后金作战。 对于徐光其的这个方案,中国的史料有些语焉不详,但在葡萄牙的李斯本阿儒达图书馆所藏耶稣会士在亚洲系列档案中,发现了两封徐光其的蒲文转译来信。 信中高度赞扬了澳门及其派来的蒲冰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,并表达了对促成此事的热切期待,我们对天主充满信心,知道随着他们的到来,战争很快便会结束。 此事成功后将会给澳门以及天主教在华传播带来积极影响。 最终,澳门方面同意了明朝的请求,共计三百二十个葡萄牙锐族带着武器一路北上,到达了南昌。 但就在这时,崇祯皇帝却反悔了。 原来,明朝的保守派一直反对葡萄牙人来华,其中反映最激烈的是时任理科集市中的卢兆龙,此人颇受崇祯宠爱。 卢兆龙当时说道,堂堂天朝,精通火器,能袭仙臣七纪光之传者,亦自有人。 何事外招远移,移忧内地,使之亏我虚实,赎我情形,更孝我天朝之无人也。 在卢兆龙看来,让居心叵测的葡萄牙人入京,必大于力。 不仅让他们窥探到了中国的山川局势,同时还丢了天朝的面子。 崇祯皇帝耳根子很势软,最终听信了保守派的谗言,竟遣散了这支精锐的火器部队。 葡萄牙炮手们虽然是外国人,却克尽职守,练兵骄炮,冲锋陷阵在所不惜,乃至最后有近半数战死疆场。 明代科学家李芝早评价道,若被以尽死为荣,退生为辱。 与之对比,明末时期的明军已经烂到了骨子里。 当时的很多明朝士兵不仅竊予与敌军作战,甚至成批地投降于敌人,有的还恬不知耻地当了汉奸。 但是,即便如此,明朝的保守派仍对他们百般不信任。 当时,如果这320个葡萄牙瑞族到达辽东前线,凭借他们对于火器的操控,彻底击败满洲八旗军也未尝不可能。 复旦大学杨芳教授更是说道,这或许是明朝避免灭亡的最后机会。 然而讽刺的是,崇祯皇帝却在保守派的影响下丢掉了这个救生圈,大明的灭亡也就成为定局了。 俗话说得好,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。 既然选择了,就不要摇摆不定。 在崇祯皇帝的执政生涯中,内阁首府频频更换,或许就是因为崇祯皇帝的这个性格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。